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这刚新买的怎么就断了呢 少爷 你一个人去找绑匪太危险了 我还是跟您一块去吧 不用 这群绑匪想绑的画师 都在畅销榜上 而近日来北岳城的大师 只有赵大师一人 赵大师 他不是要来咱们画院讲座吗 不错 所以我要去看看 他们在哪里绑票的概率会大一些 你盯进童子符便好 我盯了他一整日 他似乎一直在房间里画画来着 不可大意 若是让父亲发现我的画工极其不佳 他应该会勃然大怒 从此不再让我参军 去吧 吃 好你个文锦湛 真小气 给我一支笔还是旧的 气死 一定要想办法把那支新的偷回来 这个文锦湛这么早就帅了 他怎么在这儿 难道 真的是我父亲派来监视我的 睡了好 免得还要跟文锦湛浪费口说 我就悄悄地接 再悄悄地坏了 他怎么还进来了 这家伙不是睡了吗 半夜起来发什么疯 看不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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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被他发现我身穿夜行衣 只怕父亲会更加怀疑我 位在画园认真学画 这家伙画得这么烂 还这么刻骨 看来是没有认清自己的天赋啊 这个童子夫怎么不走 我深夜练画还不过向父亲汇报吗 还是想看我会练多久 今天拿不走 明天更不好拿 不行 我再等等 好 我跟你说一会儿啊 到你请我吃饭啊 行吗 好好好 啥啊 这 这怎么睡着啊 吓我一跳 好 这个童子夫 也不知从父亲手中拿了多少影子 今一等便是两个时辰 这童子怎么还在画呀 古代人都不用休息的吗 不叫鸡根皮吗 我 你才是真正的施主 我好不过你 明天再来 终于走了 怎么老是咱俩值夜班啊 谁知道 睡完这圈咱俩也回去睡吧 行 闭嘴 来 来 大哥大哥别伤我 我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求求你别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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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丫头并没有认出我 看来给她的话 好 说说说吧 大晚上的 来别人房间干什么 我 我应该跟你一样 你也是来监视文公子学画的 监视 监视他干嘛 你不是来偷东西的 快来呀 走走走 童子福 把嘴给我闭下 大师兄房间里怎么有个女人的声音呢 我也听到了 还叫了两声 他自己点起点 文青 你大半夜穿成这样干什么 你我好酷似不累啊 你管我为什么穿成这样 倒是你 大半夜的泡我房间干什么 偷东西啊 我就比坏了 过来借一个人 好 大师兄不会是大师兄 比个关都爷爷升哥啊 我和你说呀 没准就是哪个师妹 比 我可以送给你 但是 你要陪我演一场戏 演戏 什么戏啊 你干嘛 童小姐 在下一心像话 对男女之情不感兴趣 下次再若是这么头怀送抱 定不会这么轻易地把你扔出去 还请自重 文锦湛 你放屁 原来是师妹呀 不是 你们听我解释 哎呀呀 什么解释 都懂 是吧 都懂 都懂 不是你们 真是 文锦湛 你下次如果还把我扔出来 小心我翻脸不认人 又不是没人跟你垫着 翻什么脸 哈哈 哈哈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